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谴责日本对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的野蛮殖民侵略 习近平星期五在首尔国陆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 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 使得中韩两国人民经受了巨大的苦难 在作出上述表示的一日之前 习近平提议中韩两国明年在日本二战战败70周年的时候联合举行纪念活动 南韩和中国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中韩两国当今都是与日本存在着领土争端 并且担心东京试图扩大他们的军方作用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访问南韩的目的 是试图将首尔拉近自己的影响范围 使得他疏远日本 星期四习近平和南韩总统朴锦韦同意进一步扩大中韩经贸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